啊哈哈哈哈 What 河马 史上最令人无语之息的物种 网友拉平 奋从天降 自带轰鸣匹声派跃 尾巴如螺旋桨一样 甩动拉巴巴 在整个地球上 除了河马再也找不出 第二个雷同的物种 不要觉得这是夸大其词 还真有人不相信 非要近距离观看 河马拉巴巴 那只能说明 他即将石道临头 重大运漏 靠着尾巴的高速旋转 他们的巴巴 能甩到方圆十米开完 没有什么生物能性命 为什么河马要如此拉巴巴 这种不雅行为 就是河马求偶的 重要评选标准 雄性河马能将 爸爸甩得越远 越能展现自己 卓越的男子气概 能将爸爸甩得 十五米开外的河马 必定是 一八五 金坤腰斩 八口腹脊 难有力爆棚的 霸道总裁存在 此河马分分钟 沦陷在疯狂甩爸爸的 雄河马怀中 河马作为两栖动物 但说实话 河马陆地上怕晒死 下水就怕憋死 着实和两栖 实际正愁着什么时候换气 两只粗壮的小腿来回捯饬 这才能在水中行走 毕竟河马没有发育出 水生动物需要的 腮类器官 它能在水下长期待着 纯属靠着肺憋气 实在憋不住了就露头 从鼻子喷射水中换气 看着体型巨大粗壮的河马 实际上 它的皮肤格外光滑性 照射太阳时间一久 就很容易被捉上 因此需要大量的水分 保证皮肤的湿滑 河马的生活也太艰难了 水里水里待不住 陆地陆地受不了 最搞笑的是 大家会误以为河马是石肉行动 然而如此庞然大物 竟然只差别的杂草 每到傍晚降临落山后 河马会成群结队的上岸 开始对着杂草大快跺矣 辛辛苦苦挨饿一天 结果只能对着青草抱一抱石 做河马太惨了 如果你有讨厌的人 不如做他下辈子 做一只快乐的河马吧 见过狮子追猪 没见过猪追狮子 游猪胖胖一天不犯剑 就浑身难受 一言不合就直接马力全开 来个俯身冲刺 被他撞了一下 可以直接升天了 游猪荣获世界上最丑猪成号 一张大脸 直接占据身体的三分之一 并且这些阿伙嘴边还长了两排 长达五十厘米的刁牙 因此得名游猪 别看人家长得丑 但人家很自信 毕竟这一条沙马特 也是训药的资本 身重腿性的游猪 不同其他动物行动笨拙 他自带着一身强硬装备 让游猪胖 养成爱装逼的坏习惯 先来无聊 就带着一家机口 在大草原上欢快玩手 将虎视眈眈的天敌 泡在脑后 正当蓬蓬准备入水 来个顶级四趴疗养 放松片刻 潜藏在河滩周围的狮群 盯上了蓬蓬一架 就到危险气息的蓬蓬 甩了甩自己沙马特发型 摇晃着五级天线小尾巴 在狮子面前扫手弄死 直言 放马过来吧 被激怒的狮群 开始游猪蓬蓬泥一追我赶 靠着每小时 五十五公里的石速 游猪蓬蓬就没得啪过 没多久 就将狮群成功甩掉 咱就是说 V12涡轮增压发动机 不是出意的 玩归玩 闹归闹 游猪蓬蓬的安全意识 可谓是超高 一手倒车入库 那就一个雌华 敏捷处冻雪 夺过不少天底的追捕 只是今天总感觉 背后两艘艘 在家门口 有一不绝的游猪蓬蓬 选择保守政策 继续回家睡大觉 这可让守住 带兔已久的豹先生 竹篮打住一场空 直言 你小的耍我 不想丢面子的豹先生 瞧见路过的羚羊 迅速开始摩拳擦掌 吃吐是不可能的 吃不到油猪 猎个羚羊也算不错 摸懂羚羊 沦为豹先生盘中餐的 游猪蓬蓬 决定最刺激的 豪华别墅进行加固 毕竟自己别墅里 还有漂亮的老婆朋友 和儿子彭仔 自己虽然四处招摇 但家是最好的口感 先摸这个羊屁股的 感觉是什么呢 就想想还蛮脸红的 这感觉真的是 蛮复杆的 动物界内谁的屁股最大 菲尾羊首当其冲 咚咚咚的Q弹大屁股 看穿羊界的卡雷山 眼前扫手弄姿 扭着性感小屁股的小羊 正是紧站世界绵羊 数量四分之一的菲尾羊 它属于绵羊种类 一双纤细的小腿 配上修长的脖颈 超出身材比例的肥臀 随着走路时 身体的摇摆 发出不规律的抖动 一会上下坦动 一会左右坦动 令人心神荡药 麻辣鸡看了都想避卖 卡迪避之后不可能 这样完美的身材比例 让费尽千禧万苦 打到翘臀计划的健身达人们 在此刻显得徒劳无功 独特的身材构造 使其尾部囤积进了大量油脂 一套常年菲尾羊 尽管自己已经进化到 看起来浑身没揉的样子 将翅膀囤积在尾部 但是上下左右摇晃的大屁股 还是被乌兹别克斯坦的人盯上 成为人人追捧的一道美食 在判断菲尾羊的价值的时候 要想挑西瓜羊 拍一拍菲尾羊的臀部 即使有弹性才是最佳选择 不过这手感十分上头 容易让人情不自禁的脸发红 怪不得羊肉都是一股羊山味 想要品尝到最鲜美的羊美油 需要再放到菲尾羊后 在其小腿处切开一个刀口 从这里吹气 直到羊肉与羊皮分离 光滑羊油包裹的羊肉 就完美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趁着羊肉还未褪去余温 迅速将羊美油切成薄片 一口鲜美的羊美油刺身 就此产生 配上秘质蘸料 Q弹爽滑娇嫩的羊美油 带着一丝余温 充满好奇心的小客一口入魂 插着人把自己送走 难来不是乌兹别克斯坦人 还是不要轻易潮试 这样可爱的菲尾羊 你想不想拥有一只